身穿军活踏着整齐的步伐 庆祝二战欧洲战事结束的俄罗斯 魏国战争胜利纪念日74周年 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阅兵仪式 国际动员一万三千名官兵参与 俄罗斯总统普丁也亲自在官礼台上教阅 其用这一群外表亮丽身材高挑的女兵 格外受到矚目 因为他们是红场阅兵上 第一次有宜队女兵方正良相 早在三个多月前 俄罗斯还是冰天雪地的天气 这群女兵就开始积训 每天至少花一小时 人身拉筋保持好身段 而行径训练更是操练的重点项目 抗步枪踢阵步 这群女兵的训练要求和其他男兵一模一样 所有动作所有细节一点都不马虎 除了超西级的女兵一队外 俄国也展示各种新型武器 包含新一代的T-14主战坦克 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 以及S-400防空飞弹等 超过八成展示的装备都在战斗行动中使用过 其用叙利亚战场则是主要的5B试验场 不过压轴的战绩空中阅兵 因天宫不作美而取消 但整场阅兵大典依旧吸引超过10万名群众到场参加 更靠着全球放送 让俄国成功向世界大秀他们的军事肌肉实力 记者组合报道